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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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可能的把车停到有摄像头亮的地方 车内也不要放包 我今天看那个车里面也没放什么东西 可能是东西都被拿走了 所以年前一定要注意财产安全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要开始我们这一周的ask吧 知乎网友叫年薪一百万的年轻人 他说老鼠哥求助一下 我是河南郑州的朋友 我表哥欠了我六万块钱一直没有还 没办法一个月前我把他的花罐给抢过来了 可是这辆车的原厂灯实在是太他奶奶的暗了 走了个夜路给我吓的 我上淘宝买了个HID的全套配件 花了五百块钱 带灯泡和安定器 才换了一个月 灯泡已经烧了两对了 而且都是菲利普的灯泡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 什么原因造成的那样 你好这位年轻一百万的年轻人 我刚才回答你的问题 特意跑到下面在车外面拆了一个 对吧你说那个HID 大家现在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其实有仙气灯 仙气灯的整个系统 那么仙气灯的两块不可或缺的部分 第一个是那个灯泡 对吧掀起那个灯泡 第二个就是安定器 有人叫安定器 有人叫整流器 还有那个英文发音叫什么 ballist 它这个东西主要有一个什么作用 大家知道仙气灯它启动的时候 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电压才能击穿 击穿掀起才能让两块才能形成一个电流 那么一般的汽车上面的这个电压是多少 大家都知道12伏 那么12伏完全是没有办法击穿的 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 把一个12伏的电压瞬间升到23000伏 这个有升到多少伏都有 所以说安定器呢 这5个安定器加起来以后 就可以电死一个皮卡丘 10万伏特 它这个东西呢 在现在淘宝上面呢 就有一些坏逼卖家 用直流电的这个安定器 然后再充当交流电的安定器再出售 直流电的这个直流的这个安定器 它的这个造价成本 其实是交流电的 就三分之一吧 它也比较便宜 所以有些人为了牟利 就用这种直流电的去冒充交流电的出售 直流电的就特别特别的容易 把这个先气灯泡烧了 所以但是我觉得一个月烧两对 可能在搭铁方面 可能做的也不是特别到位 先去确认一下 你这个安定器是直流电的 还是交流电的 这个排除以后 如果是交流电的 再去看一下这个安定器在安装的过程中 我不知道谁给你按的 它的搭铁是否接触良好 如果搭铁接触不良好的话 它时段时开也会导致这个先气灯泡比较烧 比较容易烧 最后一点就是 如果安定器和搭铁都没有问题 就是灯泡了 因为现在国内有菲利普的很多的灯泡 它都是贴牌 就是国内的小厂自己做的 贴的牌做的 那么这样的灯泡质量肯定不是特别好 我建议你从官方旗舰店买灯泡 再检查一下安定器 问题肯定就解决掉了 B站网友叫我在东北打着初六滑 他说哈喽老鼠你好 我是FMC的忠实粉丝 我家是做PY生意的 不要想歪了 不要想歪了 是卖PE的 如果你要来施加装买PE的话 我给你打九折 说正题 我想把我的哈佛H6 1.5T改一下 现在改了行李架 迎宾灯 改了尾段 觉得声音还是差一点 我想给这个车改一下施压阀 你有什么建议吗 你好 这位做PY交易的朋友 我为了回答你这问题 特意把我们同学的那个 宝来 上面这个涡轮给拆起来了 刚好跟你说一下 说一下这个涡轮的问题 虽然要改这个施压阀 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涡轮 大家看到 这就是那个老宝来上面的那个 K03S这个涡轮 1.8T那个机子用的是这个 这一块是进气涡轮 这一块是排气涡轮 那先给大家 就是可能有小白不懂得 这个涡轮的进气 它的工作原理 这一块是排气 这个发动机在排气的过程中 会冲击这个涡轮 然后这个涡轮和这个外侧 这个进气涡轮 中间有连杆连着 中间里面都是这个机油 机油把它庆着 然后它这一冲击外面的涡轮转 连杆带动这个进气的涡轮 所以呢就会让进气的压力 变大 然后这个进入到这个燃烧室里面的 空气就更多了 所以这个车的动力就变好了 卸压阀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把这个东西转过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在排气的这个位置 排气的位置就是排气涡轮后面 这个位置 这边有一个阀门 这边是一个连真空管的地方 排气的一个卸压阀 排气的这个卸压阀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大家想这个涡轮啊 其实它在工作的时候 整个气管里面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压力特别大的话 那么这个涡轮容易损坏或者说产生爆炸 严重情况下产生爆炸 卸压阀呢就是来平衡里外的一个 这个怎么说呢 压力的 当压力超过一定的这个阀值的时候 那么这个真空管呢 它会把这个磨片会起来 然后OK 拉动它 就会让这个排气就排出去了 那么你所说的说我想给哈佛H6啊 改一下这个涡轮的这个卸压阀排气 其实一般就是从进气这一块去去改 为什么进气也有卸压阀呢 我们去想一下啊 进气我们在采油门的时候 对吧 现在涡轮工作 对吧 现在做工 那么你突然收油的时候 这个时候节气门是关闭状态 节气门是关闭的 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涡轮还是在转的情况下 这些气没有地方去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 进气的这个斜压阀打开 然后让这个气排出去 所以说有些人说不喜欢那斜压阀声音 叫进气排 叫进气放屁啊 就是那个声音就 踩一下油收一下油 这样的声音 现在改斜压阀大家一般都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种进气的外泄式斜压阀 就简称叫BOV 就是很多玩改装车都喜欢改 这个其实适合改到什么呢 像那个STI啊 这种我觉得 小跑车上面 性能跑车上面 改西亚法 一收油你听 噗噗噗噗噗噗 声音特别爽 那么你现在这个的确也可以改啊 因为我看到1.5T那思域上面有改西亚法的 哈佛 H6 1.5T 我不确定能不能改 但是有这个品牌 就是日本有个品牌叫HKS 它做西亚法应该是全球销量 应该是第一的 市场的价格呢 应该是进口的话 到拿到手里面 价格应该是在1500块钱以内 非常非常的好换 把原厂那个内泄式的那个 拿掉 换一个外泄式的 声音就非常非常好听了 但我觉得SUV换下发很奇怪 在听觉上面别人讲 啪噗噗噗 来是不是来个好车 一回头一看 一个SUV 在听觉上面满足了自己 但是在视觉上面很容易受到鄙视 所以好好振住我一下 今日头条网友叫我真的很爱郭 他说三只哥我现在开了一个 14年的歌诗图2.4导航版 3万公里上个月跑得太快撞山了 一有悬挂和下百币必正都换了 还校正了边梁 换了冷凝气水箱 保险杠大灯 纵粮和动力总成都没有问题 现在卖能卖多少钱 15年开票23万2 还有我手里面最近想 我现在手里面想买一辆手动挡的车 看了06年的宝莱R1.8T 想玩一玩 5.8万换过短黄 其他没有什么改动 车况特别整 这个车你怎么看 有什么值得入手的点吗 你好 这位今日头条的朋友 看了一下 这事故我觉得还挺严重的 因为跑山 就是有点太危险了 拿这车跑山 你本来就是一个SUV 有些人叫叫大雅阁的吧 这本来不是个运动型的车 你跑山 现在撞完下百币换了 简账换了 然后边梁也校正了 大灯也换了 就绝对是一个事故车了 正常情况下 你这个车14年的格式图 2.4的 在市场面 多少 开标价23的 现在能卖个18 18左右 18 19的C2C 卖个人 那么这种事故 就看卖多少钱 就看修的咋样 如果修的非常好的话 还能卖18 就是因为它没有上过重量 车体 车架结构 安全性方面 我不知道安全气囊谈没谈出来 如果谈出来就绝对卖不到 谈出来估计卖个16 如果说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 对吧 气囊整个这一套可能都换掉了 那么我估计在这个18 17的基础上 再打个85折 就是修的不好的情况下 我的建议你还是把它先开一开 开到4年以后的时候 这个车再卖 你会觉得这个车 其实车价其实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第二个就是看了一下你的这个第二个需求 想买一个手动挡的玩一玩的车 买了一个 对吧 06年的宝莱R 其实你看我在之前节目里面说2万多 有什么好玩的点的车 那1.8T的宝莱 对吧 老款那个MK 为什么推荐那个老款那个宝莱MK4呢 就是推荐宝莱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宝莱便宜 而且那个车在当年动力算好的 但是宝莱R就是现在行 就是首挡的车 就是价格都比较坚挺 现在都10年车龄 在市场上买 还要卖个 还要卖个5万6万 觉得实在是有点高了 最重要这个 很多人都不太认这个车 你开这个车 别人都以为你开那个老款1.8T宝莱 就是多了个尾翼 对吧 前后杠不一样 这个车的前后杠挺贵的 挺贵的 但是动力方面你觉得想要要好一点的话 其实我觉得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你可以看一看 04年的 03年的奥迪TT MK1 其实TT这个车 我觉得从样子上面 可玩性方面 包括你下回出手 都是比宝莱R一个更好的选择 宝莱R的车主别喷我 微信网友叫黄雅蒙 他说 吱吱哥呀 我想买辆二手车 目前看上图安 08年左右的 还有呢 目前存款 只想拿出一部分来买车 所以想贷款 贷款买二手车 麻烦讲一下 图安这个车有哪里需要注意的 还有二手车贷款的萌道和注意点 能不能给我解说一下 我他妈跪拜你了 爱你啪啪啪 你好黄雅蒙 就是看一下你的需求 08年左右的图安怎么看 就是所有的车 图安这个车 大众之中的那个武林轰光 就所有车看都一样 对吧 升起来主要看底盘 外观看一个七摩一就够了 主要看底盘 底盘 没有升落对吧 架子横梁总梁没有变形 对吧 发动机没有拆解过 前后没有大事故 然后手需是否齐全 能否正确过户 这些东西都确定了以后 就是说第二点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贷款 现在08年的图安 对吧 2.0的 1.8T的 这个车现在市场上面 价格6万到7万之间吧 不等 你要贷款的话 现在一般二手车贷款 就是50% 但是呢有一点 你这车已经8年车零了 8年车零的车很难 二手车贷款很难劈起来的 二手车贷款跟新车贷款不一样 为什么呢 新车贷款银行基本上都给放 二手车贷款基本上没有银行给放的 一般都是一些小贷公司 新贷公司 P2P公司给你放贷款 那么他们的玩法 他们的自己的标准都不太一样 而且利息可能要比银行要高 这是必然的事情 那么能高到一个什么样程度呢 你现在在看电商的时候 各种交易平台说 免利息 零利息 零首付就开走 要说二手车市场 本身水比较深 二手车贷款市场 真的就可以潜水了 这个里面的水真的非常非常深 各种文字游戏 就我现在还没有玩转这个东西 有些朋友说 我现在贷款哪家比较好 我不敢推荐 为什么呢 现在有些交易平台说 对吧 我真的就免息 好 就的确没有利息 然后收你6000块钱的手续费 办理这个贷款的分期的手续费 然后你以为这6000块钱交了就交了 三年平摊一下 一般都是先交50% 然后三年对吧 分期还 你会觉得三年就没钱了 每年你还要买固定的保险 我发现固定的保险 要比你自己要去买交墙 买三者 要贵 车本又进去了 第三个 还要给你的车加GPS 加GPS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你在哪儿人家都知道 就是二手车贷款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逾期了 一般情况下 逾期了 没事吧 我就拖两天 我给他交一点手续费就行了 没这么简单 一旦把GPS加了 你买个车 逾期了 前两个月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车直接被拖走了 你想要车是吧 你违反了这个手续了 我们拖回来合法的 想要拿回去 交违约金5000块钱 所以这个里面的坑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的建议买二手车 尤其十万以下二手车 能不贷款 尽量不要贷款 贷款 你会发现最后你付出的成本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能借一借 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 或者说我就四万块钱 那么我就买一个低等级的车 我不买图安了 我买50红光 对吧 我觉得这对于 正在经济实惠的角度 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QQ空间网友叫聂盘苍穹 他说老鼠哥我今天高三 浙江宁波的 非常非常的喜欢汽车 我在学校的成绩不咋低 现在也特别不爱读书 我现在想去汽球场打工 以后和你一样 学会一门手艺 再去一线城市奋斗 我花400块钱偷偷考了汽球证 现在非常迷茫 不知道前方的路具体该怎么走 麻烦你百忙之中指点一下 谢谢了 你好这位高三的小伙伴 你可能有一个误区 就感觉我是上学不好学习 天天在那边玩 下玩 然后出来以后毕业 然后就修车修特别好 然后就一步一步一步 就走到互联网里面 其实并不是 我就是有一点 我是上高中上初中 我一直挺努力学习 但是我是成绩不好那种 我最后很努力很努力的学习以后 只有一个三本 还有一个大砖摆在我面前 我选择大砖 在大砖里面好好学习 然后多考点证 然后这个其实跟很多的机会 很多的机缘巧合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每个人的路是不可以复制的 我给你建议是这样 第一点就是千万不要说自己不爱读书了 我就要在一个专业里面能拿得下来 我就要去修车 修成一个大师傅 你要知道 现在汽车行业 尤其修理行业 竞争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激烈 机修现在都没有纯机修了 机修的师傅都积电一体了 就是我也懂机械 我也懂电 不懂电的机修师傅 就工资拿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机械方面不容易坏了 坏了就磨损过度 就换呗 那电方面 我也该学什么呢 上大学以后 什么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单片机 C语言 这些东西 你可以在电里面学到 原理矿图 对吧 线数图 都是你上了大学以后才能看到的 如果说我不学习 现在的气修师傅 包括我比较熟的几个气修师傅 他们还在每天在抱着新的维修手册在学习 一定要跟上学习 你知道就是不学习 在气修行业里面被淘汰的也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我现在建议你这样就很迷茫 现在先报回书 下周ask 都别看了 去看书 怎么着也考一个三本 或者说考一个大专 先上一个汽车的方向的一个专业 先去了解一下这个行业 然后未来汽车行业什么会比较赚钱 汽车行业是赚钱的地方 金融 保险 比较赚钱 另外一个二手车 未来可能会比较赚 再一个就是肯定肯定不会赔钱的行业 就是快修 烹漆 板金 这四个方面如果有一个方面特别专场 并且不断去学习 我觉得相对于机修来讲的话 这四个行业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上一期我们获奖的奖品说出来以后 大家都说我们土豪对吧 送切糕 对 我们知道二手车就是有钱 对吧 我们之前从那个上周开始 我们就有一个抢流的活动 在每周二和周五晚上 就是我们在推送的时候 一般都是十点钟 推送的时候 第一条 第一个在微信后台留言的人 能获得了一个我们丑窟的帽子 一个全球只有十个 但我觉得这不够土豪 大家既然说我们是有钱了嘛 所以我们这一期从后面来 后面这几期啊 每期在微信后台里面留言第一的用户 不仅能获得了丑窟的帽子 还会获得保时捷 大货机一个 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 第一名的这个抢楼第一名的人 叫A-L-I-E-E-Z 湖南岳阳的朋友 获得我们切膏的朋友呢 就是回复Youhoho的 分享以后回复Youhoho的 叫星火齐总 内蒙古赤峰 小火子 山东资博 还有太阳 三位都是男同志 获得了我们切膏奖品 没有赞助啊 所以不露出广告 好的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